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姻缘和贡献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今天的主题分享 接下来我们会播放有关长老穿扮 佛学院培育身材 以及长老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贡献 有请技术组准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成立后 肩负红法使命的竹魔长老 连续三届被推选为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席 长达十二年之久 佛教总会在成立以来 为大马的佛教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例如组织全国巡回红法团 由竹魔长老承担团长的职务 率领一队阵容庞大的 红法僧众到星马两地红法 引起极大的回响 在一九六二年 竹魔长老联合佛教总会全体同仁 努力奔波 终于成功向政府申请 把魏瑟节列为全国公共假期 并且在一九七一年 拥有一座永久的会所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大厦 一般上师傅都会这样说 马来西亚很缺乏红法人才 这方面的人相当缺乏 所以应该往这个旧一方面去学习 将来回来马来西亚 才可以在这一方面做出贡献 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呢 就是说等于说我们的师资很缺乏 应该往外去学习 那开始回来就可以 就是说教育下一代 那时候 虽然大马佛教组织繁多 但是红法人员不足 这是让竹魔长老和大马佛教界担心的事实 于是 在佛总全体理事的同意和支持下 佛学院在一九七零年成立 佛学多彩的竹魔长老 又被推选为佛学院院长 极力培养本地僧企人才 延续佛法的会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魔法师一生最大的愿望 是发展佛教教育 培养更多的畜家众 是佛教发扬光大 现在许多的寺庙安堂 和甚至世界上许多角落的寺庙安堂的负责人 他们都曾经从这个佛学院受过训练 所以我们可以讲 在净化人心和传灯的工作上 师父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身为院长的竹魔长老 也亲自拟定词汇琴舍四个字 作为愿训 马来西亚佛学院在老师父身体还健康的时候 可以讲是他透过他的身教研教 就给我们蛮大的一个指引 像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在老师父欠缺健康以后 可以说是比较不容易看到 所以像我们能够继承到老师父的一些职务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学习到老师父的精神 所以像我本身在学院 包括还有其他老师 我们一而在的 在带领方面呢 也希望能够称托于竹魔上人的一个实际 体验跟经验来做出佛学院的一个带领 顶着慈悲为怀的佛教精神 朱墨长老又令设朱墨法师基金会 朱墨法师基金会是1984年成立 朱墨法师呢 慈悲为怀 是一个相当节俭的人 为了要帮助更多的人士 更多的需要帮忙的团体 向来都把信徒们所供养的果业 省市兼用的建线给朱墨法师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 每年都有固定的做出一些建线 那么其中的团体呢 包括马来西亚佛学院 并老院 孤儿院 忙同院 学校去不信的人士等等 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宗教 它是什么种族 都给他们一律的研究 虽然讲堂的事物繁忙 但是对于其他佛教团体的慈善事业 朱墨长老也不遗余力地 给予支持和鼓励 得性和才智艰巨的朱墨长老声名远拨 各地信众相继兴建蒋堂寺院 为朱墨长老开辟红法道场 邀请朱墨长老为主持 度化四方的竹墨长老 马不停蹄地在全马蒋经红法 和各地的信众结下深厚的佛缘 指的议题的是 原本是天仙教的西家墨观音堂 后来由主持黄新珍 率领众途三百多人 归依朱墨长老门下 自此转为佛教寺庙 多才多艺的朱墨长老 有着佛教才僧之称 无论是诗词 书法或绘画 都独具一格 颇具禅意 当我说 各位说 谢谢 几百年来 做一代的高兴 连华 连华 连各地 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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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妈的出家人 不求我 都是最难过 拜托 很多人 敢说 他在这一场 一场里头 还在华之外头 他在这一场里头 留下 生妈 国陈连华 都受众 所以 这些 真正 伟大的 人材 朱墨长老的末宝和书画 现在已经被视为传世真品 例如手抄的 波热波罗蜜多心经珍藏本 联合历代书法名家的写本 目前已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其非凡的艺术价值 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周末发生的字就是好在 自然 流畅 消衰 没有交友 没有咒作 那么这个一方面是文修的修养 本来 书画 作者要有文修的修养 他的书画的表现 就比较流畅 比较高养 朱墨长老把一生最珍贵的岁月 无怨无悔地贡献于佛教事业上 特别是对于大马佛教发展的推动 他的付出更是有目共睹 朱墨长老因此被各界 誉为大马汉系佛教发展之父 并且在1998年 荣获兵州元首 封赐DMPN高级哪都头衔 以表扬和嘉许 朱墨长老对佛教教育的服务精神 丰盲碍地露的朱墨长老 曾经也面对过重伤他的流言蜚语 虽然如此 他都不愿多提 弟子们也是偶尔从他口中得知一二 也就是说对这一类的事情 师父觉得都不要把它写出来 或者是讲出来 因为它是会牵涉到很多是非 而且这些是非里面 有一些是对某一些人 可能不是很有利的 师父都宁愿把它收藏起来 偶尔跟我们谈起 我们也不可能把它写下来 只是知道 那师父这样子讲 也是一种 好像有时候他也是澄清一些事情 有时候也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 马来西亚佛教发展的过程里面 的确有发生过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说 师父他心存厚道 不愿意把这种 好像牵涉到人世的一种是非 都把它挖出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位高僧是几个人 于是烟荡山僧好注目 于是烟荡山僧好注目 太续门下 青年彩虽 头角藏路 さん彩虽 听听听听听听 互穿蝉衣 南方世界万千刻骨知己 一张菩萨梦中定律 南方世界万千刻骨知己 一张菩萨梦中定律 一世当玛佛教开心也 一世当玛佛教开心也 世子书画诸书理说将近说法 乱死修会创建江堂 鸿发离生 世子书画诸书理说将近说法 乱死修会创建江堂 鸿发离生 一生清空无大致 只有悲愿 一生清朗无拘拙 很多万名 一生清明无高山 总是清天 总是清天 一生清冷华 佱死修会创建更多 一生清新一世 优优独播剧 大妈佛教 大祭担持福 大妈佛教 五世佛教世上曾光彩 大妈佛教 余世佛教世上曾光彩 至上曾光彩 祝臣佛宗如今登船 伴佛学院作与生残 致辞佛请寄先后期 祝臣佛教师上曾光彩 祝臣佛教师上曾光彩 一生情谱无大致 之恶佛缘 一生情那句屈� ne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回来 线上和Facebook的法师们及居士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施怡慈相 欢迎参与马来西亚佛学院校友会 所主办的《陈先启后》线上分享及交流会 今天的分享及交流会现在即将开始 首先我们恭请教友会会长开尊法师 带领大众三称佛号 有请会长开尊法师 好 我们大家请合掌 我们三称本师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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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会长开尊法师 接下来我们恭请会长开尊法师 为我们警戒 今天分享会的延起 并致欢迎词 有请会长开尊法师 可不可以请一个人跟传法师联络 打闪心法师的电话 因为他要进来了 没有声音 我现在可以讲话 不然我再跟他讲电话 那个持相法师 你打闪心法师的电话 好 你再等他们 我先讲电话 抱歉 好 我支持 但是你帮忙打电话去找他 好 我们大家很抱歉 今晚因为反应太激烈 太热烈了 所以我们这个很感恩大家 所以我们这个是第一次 我们校友会来举办的这个 线上的分享会 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 这个大众的支持 所以我们其实是为了说 把我们的这个线上分享会 是从我们这个 就是叫做校友大会 会员大会 校友会的会员大会之后呢 我们就在积极的筹办 就是刚才的司仪呢 就是我们分享会的组长 就是他把这个分享会 筹备起来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秘书 就刚才这个主持人 他在做这些 这个背后的工作 所以其实我们最主要 我们现在在讲这个 我们老院长 竹模长老 对我们这个马来西亚佛学院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所谓的呈现 然后怎么去取后呢 我们下一场会讲 我们现任的院长 就是我们继承长老 所以其实对我们 这个不是只有马来西亚佛学院的校友 对我们这个两位院长 老院长跟我们的宪政院长 有这个因缘而已 所以其实他们可以说 在我们马来西亚佛教 影响了很多人 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叫做一个开头 未来能够继续举办这个 线上的分享会 所以我们最主要能够 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来 用那个马来西亚的愿性 以词会来化育我们众生 用情色来利乐友情 这个就是我们 怎么长老对我们这些学生 这期许 所以我们作为校友 如果我们有因缘 我们一起的 在这个老院长的 这个批运之下 能够把我们马来西亚佛学院 做得更好 让我们现任院长 能够既往开来 成选取后 然后能够做 我们对马来西亚佛教会更好 尤其现在我们的COVID-19 对我们的这个不胜马来西亚的 我们的佛友众生 我们这些人民 或者是世界的人影响很大而已 所以反而在动荡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很多的这个法师 来一起承担起 住持正法神 延续佛登明 所以要延续佛登明呢 我们就要佛法 就要立身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个佛法传承下去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呢 其实都是 我们可以说 他们对我们老院长 对我们马来西亚佛学院 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们只要看主题呢 我们就会很有兴趣 想要去了解 就是我们长老 就是上人 对我们马来西亚佛学院 怎么样去续佛的精神 特色 然后在生活中的 不是理论 而怎么去生活中的实践 跟修持 这种身教 所以就我们 这个 基尊长老 你一个 我们基传长老呢 这些都是 跟我们老院长 很有因缘的高足了 所以最后我们就还有 另外一个 高足呢 就也是 主模长老的高足 会讲 我们长老是说 大马佛教汉传之父嘛 对我们大马佛教的转型 到底会影响什么 所以其实要 组成这一次的 线上分晓 真的是很多因缘 尤其我们找到一个 很资深的主持人 讲连教大德 所以是希望我们今晚 大家能够得到 法喜充满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主持 谢谢会长 开朱法师 在正式进入活动前 我们 事不宜迟 我们今天 线上的分享 及交流会 我们 很荣幸 邀请到 蒋连昭 居士 担任今天的主持人 蒋连昭 是现任 普爱学院院长 佛教文哉 及一胡佛教 少年儿童 重书的主编 以及佛教 医学 懂事 兼老师 蒋连昭 在过去 曾 担任 马来西亚佛教 青年总会 的副会长 及担任 马来西亚佛学院 的老师 蒋连昭 也有出版 一些书籍 比如 不朽的眼 细水针的长流 好 现在我们 恭请 蒋连昭 主持今天的 分享会 有请 蒋连昭 谢谢 我们的 师与 此相法师 各位法师 各位佛友 大家晚上好 今晚 我们这个线上 聚集了 好多 好多 我们长老的 深属弟子 还有 敬仰者 所以我们 今天是一起来 缅怀 已经 缘继了 二十年的 祝公 长老 那今天 我们 这场追思会 是由 博学院 的 校友会 来主办 主讲者 一共有三位 就是我们的 祝老的高祖 祭传法师 祭传法师 还有 祭敏法师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一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追思会 我们会在 这个晚上 用两个小时的 时间 来 追思 我们 祝公长老 他在 马来西亚 这一段时间的 红法利 神的 事迹 跟他的贡献 那么 祝母长老 在 我们 马来西亚 有一个 前五古人的 一个 荣誉 就是 大马 汉传 佛教之父 那么 这一个是我们 大马 佛教界 所公认的 一个 非常 高的 一个 荣誉 那么 这个荣誉 是因为 我们看到 祝母上人 他在整个 马来西亚 佛教的 发展中 彻底的 扭转了 很多佛教徒 认为 佛教是 人死之后的 那一种 佛教信仰 而将它 扭转回来 成为 人身 佛教的 一个 环节 所以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佛教的 教义 已经很 鲜活的 在所有的 佛教徒的 心目中 活了起来 是活的 一个 宗教 所以 这个精神 使到我们 马来西亚的 这一块土地 自从 独立之后 由 长老 设立了 佛教 总会之后 也带动了 我们 佛卿 总会的 成立 之后 我们 看到了 好多 佛教 单位 的 法务 很多 寺庙 的 事物 都很 平顺 的 可以来 展开 那我要 说的是 在马来西亚 这一块 佛教 的 卧土上 不管是 本土 创立的 佛教 单位 还是 外部 传入的 佛教 单位 他们 必须 感恩 助攻 在 几十年前 他们 无私的 奉献 就是 只问 耕耘的 一直在为 佛教的 事物 奔波 忙碌 那么 今天 我们才有 一个比较 平顺的 佛教的 发展 环境 所以 今天 我是非常 期望大家 在线上的 朋友们 能够以一个 非常感恩的心 来聆听 我们这个 一代高僧 为我们 马来西亚 佛教 所带来的 一个 非常 不同 凡响的 一个 剧面 今天 我们 佛教 在 马来西亚 是一个 非常 可以被 大众 所接受的 宗教 所以 这一个 是有赖于 这些 长老们 在过去 给我们 铺下了 一个 平坦的 道路 所以 今天 我们 会请 三位 长老的 高竹 来为我们 分享 他过去的 一些 点点滴滴 当然 这个点点滴滴 对我们 未来的 佛教 发展 也是很有 一个 指引的 方向 那 我在这边 要提醒 一下 我们 在座的 线上的 朋友 可以 先将 你们的 脉 先 关掉 全程来 聆听 几位 师傅的 分享 然后 我们 一共 三位 师傅 要在 今晚上 做的 分享 每一位 师傅 有 30分钟 的 分享 时间 那么 在 时间 到 之前的 5分钟 就是 25分钟 的时候 我们 会 做一个 提醒 就是用 引擎 敲一声 来 提醒 提醒 大家 然后 希望 在30分钟 内 能够 结束 师傅们 的 分享 所有的 问题 如果 有对 这个课题 有一些 想询问的 想进一步了解的 我希望说 你们能够在 这个留言板上 先做一个留言 那么 我会在 三位师傅 完全的 分享之后 来 开放 这个交流时间 所以 这个交流时间 是在 三位 师傅 分享之后 才会 开放 你们可以 事先 在留言板 做一个 留言 好 今天 我也不耽误 大家的时间 因为 时间相当的 宝贵 我来先 介绍 第一位 我们的 主讲师傅 也就是 我们的 基尊法师 基尊法师 那基尊法师的 礼律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马来西亚佛学院 还有台湾 华元专中 大学部的 毕业生 也是国际 佛教大学的 硕士生 那么 他现任 很多的 那一个 身份 都是为 佛教 在奔波 一个是 世界佛教 比丘尼协会 的副会长 还有 世界佛教 生协会的 偏议部的 副主任 还有 我们马来西亚 佛教总会 的总部 马来西亚佛学院的 总务 跟教务主任 还有 北海 慈云公 瓜丁廷 槟城 惠林院 跟雪朗尔 惠林 学院的 主持 那他也是 马来西亚佛学 考试委员会的 顾问 还有 槟城 卫视节 庆委会的 顾问 现在 他也是我们 吴敬登 纪康的 总编辑 那么 今晚上 师父为我们 分享的是 祝摩上人 创办 马来西亚佛学院的 续佛 精神 与特色 我们有请 基尊法师 师父没有开麦 我先分享 我的档案 江老师 请问有看到 有 佛总的大佛 是 大会主席 还有 今晚的 每一位 主讲者 还有主持人 还有 校友会的 各个同仁 各位 法师 还有 各位同学 大家好 然后 今天晚上 我本身 所负责的 这个题目 然后 希望说 能够 简单的 给大家 说得清楚 然后 今天晚上 要跟大家 分享的是 竹摩上人 串办 马来西亚佛学院 续佛的 精神 跟特色 然后 我们 如果能够看到 这个文字档 那我相信 大家可以 以作 这个文字来看 就是 马来西亚佛学院 创立的 整个宗旨 然后 其实 是在 信办 佛教教育 栽培 佛教专才 来 昌明 佛学 真信佛教 然后 在 竹摩上人 他有 出版了 一本 马来西亚佛学特康 是在 1972年 那其实 我们在 拜读 他老人家 这每一句话的时候 都能够 看到他 很实在的 一种愿力 跟他的发心 他在 这段文里面 他说 佛教 是世界 三大宗教 之一 然后 历史 非常的 悠久 然后 对于 这个 崇高的 哲理 还有 雄厚的 资源 其实 佛教 他如果 认真的 做的话 他是能够 解决人 生 社会 所不能够 解决的 喜多 问题 可是 由于 我们 以 竹摩 长老的 一个时代 他说 由于 近代 佛教界 不重视 办理佛教 的 学校 教育 所以 人才 是 短缺的 所以 注视 在佛教 虽然有 雄厚的 资源 可是 没有 积极的 开发 虽然 佛教 有很高的 哲理 但 未曾 尽量的 发挥 佛教 虽然 有悠久的 历史 但是 他说 黄金 时代 每一天 在 萨石 中 散耀 过去 因此 我们 竹摩 上人 他就提到 说 我们 感到 要挽救 现代佛教 的 围盲 使到 佛教 的 未命 等等 延续 光光不绝 其实 只有 从 半学 的 村 根 插 种 然后 期望 遇才的 秋收 有成 成为佛教 所培养的 一些元气 更为前提 前途 多放一道 新的 曙光 马来西亚 佛学院 总共是 创办了 51年 他跟 马来西亚 北传佛教 教义上的 历史发展 点地 其实是 相关的 然后 刚才 我们 主持人 也特别 在讲了 那也意味着说 马来西亚佛学院 从1970年 3月3号的 创办 这段历史 已经在 不知不觉中 经过了 很漫长的 一个春秋 其实在 这个整个 过程的背后 那其实是 非常的 艰辛 还有面对 许多 复杂的 因缘 但 佛学院的 值得的 一面呢 就是 他却对于 佛教教育的 教育界的 贡献呢 在静态中 发挥出 他的光芒 然后 现在 第二个 这边 所要谈的是 竹摩上人 与 槟城 佛教的 因缘 在槟城 我们有 耳文 就是槟城 菩提学院 那么 在早期 槟城 菩提学院 是英国时期 在马来西亚 最古老的 佛教学校 菩提学校的 由来 是源自 厦门的 中国移民 佛教修寻领 集市 他的名字叫 方连 然后在 1935年 创立的 那 菩提中学的 半学宗旨 是住进 佛教 照顾孤儿 和提供 免费教育 那 1937年 方连 集市 他往生以后 佛教的 领袖 陈光宗 他继续了 学校 开办事务的延续 那么当时 他们赢得了 当时佛教界的 知识 那1954年 朱摩尚人 他是第一次 来到东南亚 那随着 方连 集市的 去世 朱摩尚人 被视为 这个任务 最理想的 一个人选 那由于 朱摩尚人 在香港和澳门 澳门的知名度 以及 佛教祭康 武经登 从香港到 马来西亚的 广传 朱摩尚人 在槟城佛教界 其实 大家都已经是 认识他的 因此在 1954年 朱摩尚人 第一次来 槟城 他随之也被 邀请成为 佛教 学校的 顾问 1955年 马六甲的 金星法师 他也曾经 拜访了 朱摩尚人 他当时 是希望 上人 能够 协助建立 佛教全国组织 来代表 以代表 马来亚的 佛教社区 那么当时 朱摩尚人 感谢 金星 法师的建议 可是他是 拒绝了 这一项 邀请 他感到 佛教在 马来亚的基础 是非常的薄弱 对他来讲 建立一个 全国性组织 将是一项 需要面对 艰巨的工作 那此外 朱摩尚人 也在他的 自传文章里面 表露出 他希望将 更多的时间 用于教学 跟协作 而不担任 全国组织的 行政 领导 职务 1957年 马来亚独立以后 马来亚联邦宪法 将 伊斯兰教 指定为 联邦的 正式宗教 根据宪法 第三项 第十一条 伊斯兰被视为 马国的宗教 并保证 宗教是 自由的 在马来亚独立后 佛教领袖 就如同 朱摩尚人 金星长老 金明长老 智昆长老 他们当时 得到这个消息 以后呢 意识到 有需要 要建立这个组织 就是全国佛教会 因此成就了马佛总会的组织因缘 然后1959年4月19日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在马来亚第一任首相的出席下正式成立 朱摩尚人当时是当选为 马来亚佛教会 也是佛教总会前面的 称号 他是首任的主席 他扩大了佛教组织 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摩尚人在当任 马来西亚佛教会 当时叫马来亚 马来亚佛教会的主席期间 在马来西亚各地 他也建立了该会的分支机构 发起了维护佛教的应讯 并建立了马来西亚一所佛教总会机构的建筑大厦 然后接着要谈的 我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马佛总的一个源起 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马来亚佛教会 马来西亚佛学院 1959年 马佛总会在槟城成立时 在大会其实已经通过要开办佛学院的议案了 1960年 马佛总会展开红法工作 然后曾经从台湾 然后礼聘法师来马来西亚红法 然后当时 有一段就是记载下来的 就是金林长老他到会机场去迎接 台湾法师时 他碰见马六甲周振廷的官员 然后他就问金林长老说 你来机场是迎接谁啊 然后金林长老他就回应说 佛教总会 从台湾聘请了法师来马来西亚红法 那么当时这个周振廷的官员 他就感觉到非常的疑惑 他就问金林长老 他说本邦佛教会既然有总机构的一个组织 为什么不开办一所佛教学院 就地栽培弘法 弘扬佛法的人才而要从很遥远的外国去聘请法师 那么金林长老他就回答说 然后他非常感谢这位官员 他说其实我们已经有开办佛学院的计划 不过他说目前本邦佛教弘法的人才 还是有不足的缘故 所以就需要外辟 那马佛总会在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再度通过开办佛学院 但所面对的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呢就是院子的问题 到底要在哪里办学 然后第二呢是学生来源的问题 然后对于院子的问题就是包括学生的住宿 然后后者呢学生的来源就担心 招收不到相当凑人数的一个开班 然后至于师资跟经费等的问题呢 反而是犹在其次 那1969年在马佛总的大厦完成了 因为在之前呢就是没有一个会所 并在1969年4月24日的自行委员会议中 通过马佛总大厦三楼的部分房间 提供开办佛学院职用 那于是一节在会内开办马来西亚佛学院 那从1959年到1969年刚好是十年 所以讨论了开办佛学院十年的一节案 最后呢才得到应援祭祖 然后开始办学 然后这个是最早期拍摄出来的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的大厦 马来西亚佛学院筹备于1969年 正式开办于1970年 然后设有中级还有初级各一班 院长朱摩桑仁 董事长郑国长老 他们都为了这所佛学院出钱出力 认老真烟 造就弘扬佛法 助持佛教的人才 以其续佛会命 然后这个呢是当时第一届 就是第一批的学生 他的一个合影 然后接着要谈的就是 马佛学院生的续佛愿力 然后下来我拿了一个学长的一个 他写出来的一个感言 那其实为什么会选出这一个感言呢 就是等于说从佛教总会到佛学院 然后到学生的每一个想法 其实每一个学生来读书的时候呢 他们的思维几乎大致是相同的 会觉得三年那是很久的 那往后的一个日子呢 是一个空白 可是在修学过后呢 大家的心愿呢 都希望说为大马佛教 成就这个洪化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在这边呢 就只用一篇学生感言的案例里面 我们来接受祖母上人 以他所办学的整个职员团队的 续佛会命精神 然后我所拿的这一份呢 其实他是张义妹 然后其实呢 这一位就是后来他出家叫做常常法师 现在他已经是不在事件上了 已经比我们先离开了 那其实他这篇文章呢 都能够代表我们的想法 他这篇文章呢 他的标题叫做 记三件南望的往事 我就把它剪录下来 然后他是这样子写的 他说当初我觉得 三年是一个漫长的日子 这个也就是我们每个 报读佛学院学生的一个想法 如今测觉的他是多么的短处 在这些日子里 我们过着有规律 而又多姿多彩的生活 师长们慈爱的教诲 的确增长我们不少的学识 而同学们又能互相切磋关怀 在刻意的时间里 大家还能谈谈自己家庭的背景 以将来的志愿 这就是我们生活方面的乐趣 能在这清静优雅的学院中求学 我们可说是最幸福的一群 南望深刻的印象 然后他有提到南望的三点 那第一点他要提的就是 最初开学的训练周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 每一届同学的一个感受 在第一学期开学的第一周 导师为了要了解学生们的家庭背景 一层度的浅身 即纠正我们前面错误的思想 每一位学生先后被师长 召去面谈学院的一切 当我们看到宿舍宇宙 遭环境的清雅设备的晚上 已令我生起一种非读不可的念头 师长第二他要谈的南望的事情 是师生的深情 师长在我们的心目中 占起最重要的地位 他们不但传授学问给我们 而且还处处关怀同学的日常生活 任何同学如有难题不能解决 院方都尽力给予帮助 使一些知识交叉的同学 也能组见领悟 这种学习生活是正常的 在师长与学生们之间 更能感情合约打成一变 尤其是我们的院长和董事们 为了这学院不知 出外奔波了多少次 他们这种为教育而牺牲的精神 是多么的伟大 令人敬佩而崇拜 那么我们应如何报答师长们的恩惠呢 我想唯有专心听讲 依照佛教的道理去行使 将来能弘扬佛法 续佛归命 符合佛教总会办学的宗旨 也就是他们所期望的了 然后其实这一点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学生 在毕业的时候都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愿意 然后他的最难忘的第三点呢 就是寿界的盛况 那当然他有一大段 那我就把它省略掉 最后我希望同学们 能以佛学院所学到的多少佛学知识 随时拿来应用在迎人向上 使这五拙二世的说佛世界 化为人间净土 同时弘扬佛教 也是续佛会命 重整法运不可漠视 更勿忘母愿所给予我们的恩惠 给你进到那个讨论区里面 与师长们那慈爱的教诲 总之学院的一切一切 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好印象 此时此刻 我更感到学院的温暖 升起无限疑恋的心情 好 然后各位我们再分享 这位同学长呢 他的话里面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表露的呢 其实 祖母上人 他跟他的团队 跟同学在一起呢 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 而在生活化里面的一个纪律 跟一个引导里面 常常会让同学们呢 用很简单的感恩几句话 然后最主要呢 到最后是回归到的一个愿力 所以注释到 从第一届 一直到目前来讲 每一个佛学院学生呢 都好像是内心的一种心愿的感触 而发挥了自己的一个愿力 从事佛教工作者 然后祖母上人在推广佛教教育 并对外招生的宣扬中 他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句话 他说要使佛学员办得好 寿命要延得长 那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 可以做得到的 他必须是懂教同仁 群策群力 全马佛教团体 及个别 信众 众亲共举 才能尽善尽美 所以他还是很重视 一个团队的一个结合 然后祖母上人 也在文中这样子的表露 他说负责教育者 痛念 就是他的内心里面 如果有这种 这种反省的话呢 佛日暗淡 惠命如失 然后这种人呢 他就会不惜精神 顺顺善诱 如果他支持经费者呢 他是一个痛念 教育的衰微 性盲的绝蓄 然后这一个支持经费者呢 他就会 细一生不细 牺牲 财佛 然后慷慨截然 如果他是 爱护 这里一个错字 爱护佛教者 他任群大吉 痛念佛门的 聊落的话 然后也觉得 佛化 教育不补及的话 然后这种人 他就会 勉励子女 负祭求法 克少 祈求 就是等于说 他会 做成 跟这个佛教 教育工作 站在一起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从这个文章里面 可以看得到说 如果每个人都 同样是发起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心情 协力合作的话 那么相信 马来西亚佛学院 办学办得下去 将来也一定会 有一些成绩 一定会对 马来西亚佛教的 未来 有所贡献 然后这个呢 从这个 竹魔上人的一个 办学讲话当中 可以很深的一个体会 所以他都希望说 从这个团队里面 给予一个合力的 发心 到最后大家 共创佛教的一个教育 然后在结语的部分呢 所要谈的就是 从事 以推动佛教教育者的 每一步跟每一个脚印 必须是要融进无比的 我们的坚强的 毅力跟信心 然后马来西亚佛学院的 各项建设跟经备的来源 其实是需要靠 十方的 并愁 帷幄 乃至 董事同仁 教职员跟学生 技术广义的实践 每一个人呢 都要 负责自己的一个岗位 并且内心要对 三宝 生起 很深刻的一个信心 还有互相的配合 最后能够取得到 共识 才能够从事 这个办学的工作 也才能够 对学院有恩情 这个责任呢 他才 永不 知习 那 竹摩上人 他建立 助持佛法之身材教育 实践了 以相互 谅解的 组合团中 去充实化 致使完整的 佛教教育体制 有实质上的 提升 然后这种种 的因缘成就 也显示了 竹摩上人 创办马来西亚 佛学院 续佛的精神特色 然后这个特色 是特重在 同心谢力 他的精神 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流露 他本身的一个 进化 还有就是 揭发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 一个复兴 使到我们发起 一个很好的心愿 然后 而他的特重 是在同心谢力 更是 竹摩上人 更是重视 在共识的理念 引导下 才能够 同为 佛学院的教育 做出努力 那么 今天 我们本身 秉承做 秉承做 校友会 的一个用心 然后 我希望说 这一篇 很简单的 发表 能够使到我们 对于竹摩上人 有简单的 一个认识 也希望说 竹摩上人 他续佛 的整个 会命精神当中 是放在 日常生活的 一个 佛法的 木屹当中 而整个特色呢 我觉得说 他还是 摆在 生人团队的 一个重要性 谢谢 江老师没有开 师父 谢谢 我相信很多人 可以从 基尊法师的 这一篇 讲义里面 看到 我们早期 佛学院的 创立的 一点历史 还有 我们 助老 在整个过程中 所发下的 一个 宏愿 最后 会看到 就是 那个 身材的培育 这一点 我相信 没有人 会提出 因为在整个 过程中 我们看 从佛学院 走出来的 身材 已经 骗不了 整个 马来西亚 甚至 一些国外的 那个 道场 所以今天 从我们 宏法师的 那一个 讲义里面 大概 你也会看到 这个 身教的 那一个 动力 是非常 重要的 当时 我们的 助老 全国 走遍 去每一个 寺院 安堂 去招生的时候 他也 轻生出马 所以这个 历史中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 教育的 环节 在 整个 行动中 是要 以身作折的 然后 学生 来到 学院之中 也要感受到 学院给他的 温暖 那个温度 要够 所以 从 师父的 分享 第一届的 学员的 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受 感动于 这一个 身教的 那一种 热力 所以 他决定 要留下来 甚至最后 也 献大丈夫 下 出了家 所以 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种 佛化教育的 一种魅力 一种 非常重要的 一种 动力 师父早期的 那一种 身体力行 我在 前年里面 已经有提到了 这个身体力行 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今天 通过 尊法师的 这一个分享 我们也知道 这一个 万众一心 使到佛学 能够在 也不短 十年内 筹备成立 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显现 佛教徒 真的要 万众一心 看到 教育的 重要 因为教育 才可以使到 佛教的根基 打得更稳 所以 师父的 那一个 分享 可以很清楚 给我们看到 我们的 董事 尤其是 佛学院董事 包含了 很多社会人士 这些社会人士 他们能够 被 助老的 感动 来加入 这个董事会 来 万众一心的 看到 佛教的 新衰 教育 是重要的 一个环节 他们发行 来支持 现在我相信 也一样 也是一样 那么 有提到 这一点 当然我们 我们是 非常的 感动 但是我们 可能有一个 小小的 提问 在这边 我想提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 整个的 佛学院的 架构中 加强 师资 那个 师父在 那个分享 里面 也看到了 那么 广招 学生 也是很重要 这两个方面 据我们知道 目前是有一些 困难 有一些困难 那么 是不是 尊法师 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 策略 来因应 目前这种的 困境 尤其像 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在 招生方面 外来的 师资方面 都有一些困难 是不是有什么 策略 师父可以 分享一下吗 谢谢师父 好 谢谢 主持人 然后其实我们 走在 佛学那么长的 一个时间当中 我们人的 智慧 其实是有限的 那么其实 曾经一度 那当然是 佛学院学生 很多 然后曾经一度 就是外国的同学 就是其他传承的 报读了 佛学 以后 其实我们 本土跟本地的学生 他也变成是 人数是少了许多 然后过后 因为传承不太一样 所以在生活当中 他们呈现的模式 也不太一样 然后再加上 我们面对政府 移民厅的压力 然后慢慢的 这个 外国的同学 就是 少了很多 然后到最后呢 就完全没有办法进来 要不然就要付很多的一个费用 然后在这个 这两三年来 那因为外国的同学没有 然后变成另外一个转化呢 就是本地的同学 就是已经两次 两班呢 就变成人数 又日真的 然后在 尤其是 去年 在招生的时候 学生开始多的时候 然后就有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把新生呢 一直压着 开学的这个时间 到最后 我们觉得不太能 然后所以现在 我们本身是采用 网络的一个上课方式 然后其实网络的一个上课方式呢 也让我们学习不少 然后在佛学院 然后也有 然后也有面授班的一个网络上课 然后在面授的部分 除了少数的同学 他没有离开 他还留在佛学院当中 然后面对整个师资的部分 其实也不容易的 然后看到目前的师资 我们可以感受到说 以前祖母上人 他的一个团队 对于老师父的一个信心 对于老师父 人生佛教的一个推动 然后 每一个都有一个去向 我们知道说 因为时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讲更多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祖母上人 他在推动人生佛教的时候 他第一步走出去的就是皈依 他把这个皈依三宝 来区分 就是神佛不分的 这个立场 然后所以 他在这样子推行的时候 在人生佛教的一个推行的时候 他旁边就有出家的地址 那么还有在家局势 共同跟老师父一起做推动 然后所以这个 他有达到一种共识 所以老师父他在办学的 整个印作里面 我觉得 他是一个真的是 诸珠珊珊人剧的 很多善知识都在哪里 这样 然后来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我们都还年轻 都用自己觉得有才华来做事情 我们并没有觉得说老师父 他以德克众 以身教为第一 所以我们开始在很多负责的时候 都是以才华 学问来看待佛学员的一个精度 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 使到佛学员办得更好 走到最后才了解到说 其实对于一个生团的一个组织 还有一个合进的一个理念 那么还有一个共学跟共同的一种 学佛跟发普天心的理路 他没有第二句话 他还是以身教的 然后最令我们感受到非常感动的 就像后期 在贤借老师父以后 例如像在社间的一个岗位上 还有其他的一个老师的岗位上 其实我们还有部分的一个老师 其实是没有其他很大的一个运作 他们还是陪着同学来成长的 可是这个力量 他还是要靠大家的 所以以今天来看 并不是一个知识学问的一个水平 能够以佛学员变成一个人才的培养 所以一句话来讲 就是我们的智力可以提升 才华可以提升 可是在学佛这一条路 形成一个专才的一个菩提心 他就不是这样子讲的 好谢谢 非常谢谢基尊法师的分享 这一点给我们看到 佛学院其实对未来是有一个方向感的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方面 等一下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跟师父再继续分享 好下来我们要恭请我们第二位主讲者 就是我们的基传法师 在线上的吗 传法师 有了有了 好 那么基传法师呢 他只给我们一条礼例 三会讲堂住持 但是这条礼例非常有分量 因为我们都知道三会讲堂是我们 做魔上人的一个创办的一个道场 等于说我们的基传法师目前是 祖庭法脉的继承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师父今天要讲的课题呢 是因为在因缘非常异足之下 他在祖庭的身边看到了祖庭的日常行止 他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今天要分享的课题呢 非常窃窃 就是说 祖魔上人生活中的修持跟身教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身教的部分 那么这个身教怎么影响到我们三会讲堂的 第二代住持的整个身心呢 我们请传法师为我们来分享 传法师请 好 阿弥陀佛 马佛学院校友会会长 开准法师 主讲者 祭准法师 祭敏法师 主持人 蒋连昭吉士 在线上的 这位法师 这位伙友 大家好 那今晚 谢谢开准法师的邀请 要我来谈谈 祖庭上人的日常生活修持 与身教 那对我来说 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师父的弟子相当多 他们亲近师父的时间也比我长 所以我今晚要讲的 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短时间亲近师父所看到 所听到的 那另一部分是师父来马来西亚之前的出家生活 那我也借着这个音源来跟大家分享 师父当时在中国及港欧 点点点地地的日常生活 那这一部分 我就参考了 纪念竹谋长老 百年多诞成文局 香港新兴出版社 篇集出版 那人间佛教 以现代港欧佛教 作者是中国的何建民教授 殿堂三针 竹谋法师传 作者也是中国的 如有中 那还有一本 竹谋简朴 继承法师整理的 以及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全会签的硕士论文 竹谋法师 及其国教文化 与国教事业 来试试 讲解师父来马来西亚之前的 日常生活修持与身教 那1924年 那年师父12岁 那师父也在12岁那一年出家 那出家的那个言语 主要师父诞生在一个 佛化的家庭里面 那他的父亲 都有到佛堂去听见 那有一次 他的父亲又带着他 到黄堂授藏寺去听 秦汉法师讲地藏经 那秦汉法师 观察到这个小孩子 听经听得很入神 如目甘霖 觉得这个小孩子 很有善根 跟佛门很有言 那便劝他的父亲 让这个小孩子来 佛堂去讲 那他父亲跟这个小孩子 谈了作后 那这个小孩子也很开心 也很欢喜 愿意出家 就这样的 就礼拜 黄堂授藏寺的助辞 白银老和尚 落法为小杀人 法名莫承 自守志 从此走上 现身佛教的人神 所以师父 我们讲 他的法号 祖母 大家会比较熟悉 其实他真正的法名 是莫承 或是守志 那虽然师父得到 他父亲的 领洗和出家 但他的哥哥 却不愿意 这个弟弟出家 就跑到黄堂授藏寺 把这个弟弟 拉回来 那最后师父又在 逃跑出去 那就是跑去的话 就跑到白银寺去 白银寺离开师父的家 大概三十多公里 那黄堂授藏寺 离开师父的家 大概五公里 所以他哥哥去了 又去白银寺 把师父拉回来 那师父又再逃跑出去 这一跑 就很远了 跑到陵坡去了 陵坡这个 静忠寺 然后这个静忠寺 离开师父的家乡 四百多公里 所以 这个小孩子 我们讲 哥哥不迎娶出家 拉了回来 又逃跑出去 所以 可以看到 师父出现的厌力 跟道行 都很坚强 一心一意 要投入到 佛门里面来 那么在 1925年 十三岁的师父 就被白银老和尚 送去文州 永驾 土节寺 作为师叔 师封法师 闭关的侍者 那个时候 红一律师 也刚好在 永驾 城下了 父亲是 闭关 那师祖 万定老和尚 就带着师父去 鼎礼 红一律师 那身为 小三里的师父 在礼拜 红一律师时 竟然 铺地不请 红一律师 甚为欢喜 当场会好书生 戏恶行程 四个字 来 勉励师父 从此 他们 彼此之间 就接下一段 很微妙的 法言 那相隔 十四年后 就在 1939年 师父在 澳门时 有听到个谣言 红一律师 已经往生了 那对于 红一律师的 关心与恭敬 师父很快地 就写封信 到泉州去 行问 红一律师的 使者 谭心法师 谭心法师 也很快地 回复师父的来信 告诉师父 红公 去年 还在泉州 彭福山 山居 后来 又圈姬至 附近的 灵印寺 谢绝 见客 以及 同性 红公的精神 甚至 好像 有心要在 山居 养老的意思 得到消息 的师父 就在 节语 杂志 特地 登刊 有关 红一律师 最新的消息 并以 红一律师 身体 无药 为醒目的 表题 那师父 曾在 1930年 跟1940年 为太极大师 以 红一律师 办一个 别开生命的 著寿会 那就是 透过 捷银杂志 出版 太极大师 50大寿 纪念 专卡 以及 红一律师 60大寿 纪念 特辑 出版的时候 那几期的 接音杂志 就成为 香港 国教界 为 两大高枕的 生日 献上一份 极丰富的 贺礼 那师父 拼击他们 这个 专堪的 目的 主要在 弘扬 大德们的 崇高精神 激励 人们 见贤 时勤 以大德们 为学佛的 好榜样 师父也说到 凡是一个 学行高严的 佛教大德 都值得我们 用文字来 表扬它 师父对以上 两个长辈的 关心 与恭敬 是值得我们 去学习的 师父虽然在 港欧 有点小成就 他也不会 忘记 过去 师掌们 对他的 栽培 也不因为 他在港欧 有点小成就 我今天 也是法师了 也跟他们 一样一样了 对长辈们 有点慢性 也不会 所以师父也 不忘 法鲁 之恩 也可以说是 身上真的 好榜样 那其实师父 对于往辈 都很 签息的 比如讲 我们住在 三个讲坛的时候 有海外的长老 来拜访师父 他们都会 跟师父 顶礼 师父都会 回顶的 所以师父 对于长辈 地功地敬 那对于往辈 也很潜行 那师父也在 上个讲坛 盖了一座 太极大使 舍利塔 来纪念 他的老师 那香港 也有一座 太极大使 舍利塔 那是1957年 盖的 那在1976年的时候 师父就 募款 把这座 太极大使 舍利塔 重新 装修过 那师父对于自己的 剃度恩师 白颖 老师公 虽然师父后来 在新马 这一代 师父也透过 香港的一位法师 叫做 陈真法师 既生活费 身负 海情 加山 供养自己的恩师 一直到 老师公 百年 那1937年 日本发动了 有名的 七七如沟 桥事变 爆发了 中日交战 师父就与 明南佛学的同学 木家 化妆等人 积极参加了 百年地区 慈北抗战 后援会的 宣传工作 不久 就转移到 武汉的 森林救护队 那时候 他们都住在 武昌 佛学院 后来 师父接到 法尊法师 以法防 法师的来信 邀请他到 汉藏教理院 任教 师父就与 慧迎法师 准备过去 就趁佛 火车 南下广州 可是 一到达广州 碰上日本战局 在广州 轰炸 没办法再 前进 他们就 转往 香港去 到达了 香港第二天 广州 沦陷 那时候 香港国教界 法可 法师 海仁法师 海仁法师 柳德普 陈静桃 王学人 等等 发起香港国教 救济难民会 师父到了香港 就被硬要成为 救济难民会 其中一位委员 师父不辞老土 马上参与 救济难民 发动 筹募 医备 粮食 住所 钱财等 服务工作 及时 救济 从内地 逃避 战乱 到香港的 难民 共度难关 在繁忙的 救济 工作之一 师父也拿起笔来 写了不少的文章 繁衍 藏地 救伤 和疑难的生活 以及 佛教僧女们 参与 抗日 救浮的情况 投稿在 大公报 宇宙风 大风 等 报堂 师父 因抗上 救浮 宣传中的 这些文章 有突出的表现 被大公报 邀请 参加抗战 救国文艺 大会 作为一个 青年生人 在 活难 教难之下 师父以佛法 不离世间法的 事迹表现 在当时 港欧佛教界 和文化界 赢得了 良好的反响 所以 当时 澳门 中华教育会 会长 梁艳明 称赞 师父是 我们中 爱国 爱教的 龙像 1945年 抗战 胜利前续 师父患上 大热病 及咳嗽 医生 曾经 表示 难有 其事 那师父也觉得 可能 寿命也差不多了 所以那时候 师父就放下万元 专心 送念 观音菩萨 圣号 那 联系 送子 观音菩萨 圣号 七天后 竟然梦见 观音菩萨 放光 治疗 和病疫 医生 也觉得 不可思议 因此 师父 更加用 继续地 送念 菩萨 圣号 又一次的 奇妙 体验 出现 在梦中 梦到自己 到地藏殿 去 扫香 那菩萨 指示 若勤送 地藏经 可消树叶 可真言 福慧 所以 醒来后的师父 就 每天 送地藏经 散步 送到第49天 师父又在 梦中 先听到 炮住神 然后 师父就走到 一个 试验 里面去 然后 那些 各草的工人 就在说 可喜 可庆 本来只有 33岁的 寿命 现在 增加一半 有多了 那时候 一看 这张菩萨 从大殿的中间 走下来 师父看到 这张菩萨的 相好 庄严 马上 就要顶你 哪里 知道 这张菩萨 就先顶你 下去了 那师父就听到 这个声音 南方世界 如有千万 可渡之机 自从 有了这些 体验过后 师父就不问世事 努力自修 后来 在定经 依稀 见到 太极大使 踏以慈祭 在一丛林的 大伯殿前 以师父 并排 站着 拿过师父的 记 一起问信 一记顺位 要师父 回到 丛林中期 又梦见 印光大使 开示 师父说 你不要怕 身体不好 越红法 身体越好 南方世界 有很多众生 视你硬的 机眼 像这些 感应事件 师父从来 也没有跟我们 提起过 除非 我们自己 有些看他的著作 才知道了 所以 师父的修持 方法 就是跟他 过去这些的 感应 有关系 因为师父在 讲堂 偶尔会 逼房间 或者逼一些 场景 那都是 送地上 上节 送完了 就下座 念佛 老佛 然后又再 上去 念中节 念完了 又念佛 老佛 然后又再 上座 然后又再 念下节 念完了 又下座 又再 念佛 老佛 然后又再 重复 上节 中节 下节 所以 师父的修行 方法 就是如此 不过 那个 功德 不可 实意 那在 1986年 那我本人 才来到 三会讲堂 那么在佛学院读书 那我们在佛学院读书的话 都很安心的 那因为在这边 吃啊 住啊 病啊 都不必怎样担心 所以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师父宽大的心胸 与慈悲 对我们这些注重 都蛮照顾 那如果你在佛学院毕业了 你想到台湾去深造 师父都会成就你 到台湾继续深造 飞机票 零用钱 这些都不必担心 那假如你在佛学院当老师 那不必随重 所谓不必随重 就是说当老师的早晚课 不必参与 法会也不必参与 可以安心备课 专心批改学生的作业 在我们来的那个年代 讲堂的注重相当多 那大部分的注重 如果要出家的话 都会依止师父出家 那只有少部分 会选择到其他试验去出家 当然照样 就在讲堂 在各地读习 师父都很大方 同等对待 复利都是一样样的 那有一次学院在办八观灾界法会 由我们学生来负责 那这个八观灾界法会也满后 师父就鼓励我们 得办一次就停下来 活动要多办 才能丰富自己的经验 那讲堂过去 每个星期六 周末念佛会 念部弥陀经 然后就开示佛法 有时请外面的人 有时我们注重这边 轮流上阵 所以我们也觉得师父都很难得 都一直在栽培 一些讲课的人才 那在八十年代 我们还古著那个时代 师父每年都会出去 从槟城到宜堡 一站一站 最后一站是新加坡 然后从新加坡又回到槟城 那我们讲 一年最少要三四次 那我都有因缘 跟着师父出去 那几乎每一站 都有安排 不一的仪式 那我们跟他身边 身为侍者 都会在不一的仪式上 帮忙这个法器唱诵 那偶尔 师父会突然跟我说 去传 今天我有点累 你来讲讲三归鱼的意思 临时的 突然的 感觉上 师父就在 都在制造机会 给我们学习 当然如果你想用功 师父也一样会给机会 好比说 当年我做讲堂的 检验的时候 那个时候 每年 我都会跟师父请假 最少三个月 到外面去借下安居 师父那边 都没问题的 那有一次 我还跟师父申请 去这个 韩国 宋广市 借下安居 超过四个多月 那师父不但答应 还说 机票由他来负责 同时 同时又给了一些 能量 应用钱 所以我们想想 只要我们愿意学习 往外掺学 师父都 很难得 都会答应我们 那我们知道 不是每个道场的 负责人 都愿意让他注重 去外面 掺学 那师父的书法 是有名的 在新加坡的时候 有一天 不逢长老 突然来 伯英林 拜访师父 说他的道场 要装修 希望师父写一些字 给他拿去意卖 那师父也很爽快 马上就答应了 师父不但写一些字 给他 也把以前留下来的话 再提一些字 一起送给长老 拿去意卖 那另外一次是 远房法师 说是道场 需要费用 希望师父能 写一些字话 送给他 让他拿去意卖 师父也一样的 没有问题 所以我的感觉 老和尚也好 晚辈也好 来到佛英林 找师父 师父能做到的 都一样的 卸助他们 那从师父的年古里面 都知道师父有开过 好几次画展 1954年4月 在泰国的首古曼古 开过一次画展 1954年中秋 在槟城开画展 筹道的款项 建筑菩提 中学 科学馆 购置 设备 及注印 无尽等 1955年 在新加坡 开画展 把筹道的钱 成立 国教高等 教育 奖学金 那这个 佛教教育高等 奖学金 后来嘛 就跟 竹墨基金会 合起来 那1956年 4月 也在金加坡 开画展 收入 兼给 南洋大学 一全 其他的作为 佛教教育 慈善 及注印 无尽等 那1976年 在澳洲 写离开画展 收入 全部兼给 澳洲的 佛教组织 用于发展 佛教事业 那1983年 大业 在新加坡 以 正好 前年长 收入一半 捐给 佛教教育 慈善 机构 一半 出版 书画 专辑 那师父也说过 他的这个 画展 都是 慈善 的用途 所以 所定的 那个价格 不会太高 平灵化 就希望 爱好 公益者 不管是 佛教徒 还是非 佛教徒 都有能力 购买 就等于跟 佛教的 这个教育 事业 做点功德 借个园 同时也希望 借这个园 让他们 有机会来 信佛 学佛 那师父每年的 农艺 八月十三 都会做生日 那原起是 因为有了 马来西亚 佛学院之后 就从1973年 开始 每年 都会透过 做生日的 贺宜 来支持 佛学院的 开销 那除了 这个以外 前面有提到 师父每年 都来往 冰城 尼巴 丹佑 马林 去龙坡 石干嘛 马坡 然后再进去新加坡 那他的行程 就是 农历新年的开机 企业的地藏法会 农历 大月十三的生日 年尾的活去 以及借经 这期间收到的活距 师父会 分开来 布施 佛学院 以及各慈善团体 那1998年 师父受风 高级 马坡 新鲜 有人赞叹 有人批评 那时候 我们这边的注重 也在佛学院读书 其中 有一个学院老师 也跟我们这个注重提起 师父是个出家人 也有年龄的 需要吗 其实师父那个时候 他本身是必要的 也是季节了的 后来 当时的手机部长 Rensley 席子跟博士 说 这次州政府 肯定佛教 对社会的贡献 所以 需要一位 德高望重的 佛教长者 来代表 接受这个 荣誉 毕竟 那个时候 师父也有 85岁的高龄了 这个高级 对师父个人来讲 有没有 没什么差别 但 州政府 认同 佛教对社会的 贡献 那就不妨 代表佛教 来接受它 师父的确是 有年龄了 也不方便 出去这个 受讽仪式 经过本堂 理事会 跟首席部长的商量 师父不必 出去这个 受讽典礼 就由 首席部长 代表 兵州元首 把这个 新鞋 移交给 师父 1997年 师父 议任 三位 讲 党 注辞 退职后 师父就跟我说 从今以后 任何信徒的供养 全部开 长住的 手机 把手机 交给我就可以了 我私人 不必存有任何 钱 那对于长住的一些 行政跟活动 某些 我会稍微修改一下 但修改之前 我都会 先请示师父 师父都很放得下 交给你了 你觉得这样做 会比较好 那你就去做吧 所以在改的时候 难免 有些师兄弟 会不开心 就到师父那边 去告状 师父只是 回应 我老了 什么都不知道 有事问句传句 所以晚年的师父 我们讲 退下来的 全场 行政人士 他一干 都放下来 他就是好好的 送经念佛 那还有一次 就是 有一次轮到 去请法 来招呼师父 师父刚才在送经 外面来一个佛友 说要 拿一幅画 给师父 印证一下 是不是师父挂的 那去请法 把这幅画 拿进去给师父看 那师父 看了过后 说 我老了 我记不起来了 那去请法师 又要把这幅画 拿出来 跟这个佛友讲 这个佛友 跟去请法师说 我花了五千块 请回来的 法师 你帮帮忙了 那师父 又把 那去请法 又把这幅画 拿给师父看 师父又说 菩萨圣像 成形供养 就好了 其他的 我记不起来 所以我们讲 师父晚年的时候 他都要 我记不起来 推掉很多东西 就自己 送这些点 好好的 念圣 谢谢 传法师 将师父的过去 跟这个讲堂的音源 都讲得一个 相当的清楚 尤其师父晚年的生活 非常的 看淡一切 那从师父的演讲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整理成 一个很主要的一个 方向 就是说 师父有一个非常 广大的 要结善缘的心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佛学院也好 早期的佛种也好 受到信众 各个寺庙安堂的 那一个大力的护持 也跟师父这种心态 非常有关 所以我们可以从师父的 传法师的分享里面看到 师父晚年都在做一个 借引众生的工作 尤其是在讲堂这方面 我们知道 三立讲堂是师父为了 借引众生而 开发的一个道场 跟其他的寺庙 最大的分别就是他用 讲堂这个名义 基本上就是一个 以法来借引众生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一个道场是为了借引众生而设立的 我记得很清楚像许子跟博士这么一个人物 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 他已经被师父所借引了 被祝母长老所借引了 许子跟博士曾经发入说 他有一首师父写给他的诗 一直成为他在一生中 包括读书 包括做事 包括成为政治人物 甚至成为政府长官之后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引 那个诗是这样写的 沧海茫茫前路遥 天边云彩利多交 流星陷阱脚边寨 莫把头儿昂过高 这个是徐子跟博士 以一个非常优良的成绩 要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师父给他的一个诗句 在这个诗句为什么他提出来呢 他提出来的时候是他已经成为 兵州的首席部长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是全高位也重的一个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他用这一个诗句 感恩师父从他在小到大到功臣明就的时候的一个指引 就是提醒他 就算你的成就有多大 多么的优秀 都要将你的昂起的头稍微低下来 看看脚边 看看眼前 所以我们说师父在三会讲堂 在马来西亚做的这些接引工作 从很多的身上 很多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影子 所以我们非常的谢谢我们的传法师 将师父在讲堂时候的那一种 大非常广大的心怀 对弟子的宽大 对所有众生的宽大都讲了出来 包括他之前在中国的时候 那个爱国爱教的行为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中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就翻翻那个我们的师父的传记 会看得更清楚 谢谢基传法师 谢谢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要问师父 未来的讲堂有什么 在这种非常时期 我们说祝公的三会讲生 是他的精神堡垒 是他精神不朽的象征 那么师父可以透露一下吗 我们的讲堂简简单单告诉我一下 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尤其通过祝母长老的教育中心 所发出来的计划 谢谢师父 简单的说一下 师父开麦 师父要开麦 没有声音 听到吗 有吗 有了 有了没有 有了有了 那当然我们讲 讲堂都是 继续这样传承师父的精神 有机会我们继续办课程 这个办课程要讲言 因为我们要办课程 也要有学生愿意来参加 老师愿意被我们邀请 那我们就继续做下去了 一切讲言 有缘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是是是是现在的音源比较难一点 非常时期 当然开放之后我们应该会看到教育中心的那一个课程是一个接一个的那一个推动 是吗 师父 好 谢谢师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 会看到未来讲堂 延续着我们的长老的那一个理念 以教育为主的一个推动 谢谢师父 好 下来我们请我们的第三位主讲者 就是我们的纪明法师 纪明法师在线上吗 有听到吗 有听到我的声音 有听到我的声音 一个礼礼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也是马来西亚佛学院的高材生 然后去了这一个我们的高中去了哪里呢 有去了那一个玄奘大学 台湾的玄奘大学来读宗教学习 在那边读到硕士 然后现在吗 是现在在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班在深造 是吗 是 那么他师父年轻的时候也很认真在参与我们马来西亚佛教经年的运动 他曾经是马佛卿总会 霹雳州联委会的主席 也曾经是全国的理事 那么红法工作一定是在他的行动范围内 然后现在最主要是在国内外发表一些佛教的学术论文 这个是马来西亚佛教方面比较确的一个部分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静明法师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好 现在我们请静明法师来分享他 用他学术的专长来提 助魔上人对推动大马佛教转型的一个影响 谢谢 我们请师父 谢谢主持人 请问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有有 好 我们的会长开尊法师 还有我们的主讲人 剧传法师和剧尊法师 主持人 江连昭 就是大家 晚上好 线上的朋友 我的主题是 推动大马佛教转型的先驱 助魔法师 对马来西亚佛教的影响 其实这篇呢 是在我的 硕士论文的其中一个章节 那我当我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时间有限 我的内容大纲 我只是缩短内容来跟大家分享 麻烦下一章 我的内容大纲 就是我把全员介绍说 我的研究过程 然后助魔上人 助魔法师的简介和他的交由 当然我们要了解助魔法师 对大马佛教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生平 和影响他的人物有哪些 然后接下来才跟大家分享 助魔上人对马来西亚佛教的影响 接下来提出一些小小的心得 那这一章 就是前言方面 我们都知道助魔法师 他在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 相当占有重要的一个地位 甚至他甚至称为师书化三节 然后他把过去的马来西亚佛教 只主动在烧香起伏的行字化的佛教 然后后来转变提升为以 红法教育为主 然后注重人生活教理念的知识 或者佛教 所以他不只是是 智力要改变马来西亚佛人 只重视注重在信仰 而副略教育的情况 他同时也借引很多灾教徒 改变成为佛教 然后进而协助推动 红法立生的重任 后来他也很积极地鼓励年轻人 要多多学佛 弘扬佛法 然后尤其是生青年要出来走动 然后推动佛法的教育的工作 然后下一章 他同时呢 智力把佛法在情众中砸根 然后达到马来西亚过去 从来没有的成就 因此呢 后来我在研究这篇论文的时候呢 我是透过师傅的生平资料收集 还有他生前的简报 整理出他将官的人物历史的脉络 然后并与这些人士做一些口识历史 那因为在2003年师傅研究之后呢 我有回三会长堂帮忙常驻 整理师傅的一些相关资料 然后在我去台湾读书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到其实师傅的资料 可以配合我自己的学术专长 用我学术所学到的方法 然后整理出相关的大马佛教的历史事故 人物历史来回归给大马佛教 然后当然我们要谈到 师傅对大马佛教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认识师傅他的生平 当然对马来西亚佛教徒来说 可能对什么上人 什么长廊的生平并不很 并非常了解 所以在这方面我没有做多 花太多的时间去跟大家介绍 然后呢 我主要介绍的是师傅他简单的生平 刚才传法是有介绍前面的 那我把师傅的生平简介和交由 麻烦下一张 就分为四个部分 就是师傅他一生分成四个时期 就是第一就是在家时期 他出生到十二岁 然后休息时期 十三岁到二十三岁 还有港澳时期 就是去旗国桥事件之后 他讨难到港澳 刚才我们的住持聚传法师有介绍了 然后第四时期就是住席槟城的时期 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应该是第四个时期 就是他怎么影响大马佛教 然后我们在我的研究当中呢 我发现到其实 如果要中观师父的一生 他住席在槟城 那他生活以前过的 就是在1954年 他住席槟城以前 其实他过着生活是行脚 隐游的生活 那他除了受到他的 剃度恩师百音上人的影响之外 其实影响他一生的善知识 包括地险法师 然后第二太虚大师和高建傅老师 那为什么我提出这三个人 就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其实一个人 他的思想行为 都会受到他的 来自于他善知识的影响 那讲到席槟法师 席槟法师出生于1858年 也是浙江人 他当时呢 受戒于天台国亲自 然后很多时候 他到愿荡生去弘法 愿荡生去弘法 当时呢 师父16岁的时候 就亲近地险法师 当时地险法师在 关中寺办这个传戒大会 然后师父就去帮忙 依此受戒主戒 然后除了地险法师以外 另外一个影响师父最深的 就是太虚大师 那太虚大师 他一生为了整性佛教 他推动了很多 佛教改革运动 其中最令人敬佩的 就是他自力信奔佛教教育 培养佛教人才 所以竹谋法师 师父呢 他在知风法师 他在知风法师的牵引之下 到缅南佛学院去亲近太虚大师 然后之后呢 他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太虚大师的领导 佛教革新运动 非常的推崇 所以他就 因而改变了他后来的 发展佛教的事业 在以健身革新之路 然后 麻烦这一张照片 我们可以发现到 我在整理师父的照片的时候 发现到这一张照片相当可贵 就是1935年的时候 师父随着太虚大师到港澳 所以因为当时的姻缘 就成他 去去 鲁钩桥事件之后呢 他就讨难到 港澳 那其实 在我做这个 硕士论文的时候 我有到港澳去做口书历史 访问当初 亲近师父的一些老菩萨 那 后面我会讨论到说 为什么后来 师父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会借以栽教成为佛教 其实 师父在港澳时期呢 就很多人跟他学习 那很多人就有 师父就在港澳的时期呢 有开佛学院 麻烦下一张 就有开佛学院 有办佛教教育 有讲经说法 然后我在告澳门 公德灵 澳门佛学舍 那些老菩萨 他们都历历在目 当初 他们跟随师父学习佛法 那当时 亲近师父的 也有很多代价记事 然后也有很多栽姑 所以 师父 就把这样的一个理念 从澳门港澳的教学 方式 然后带动到 当他转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同样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推动佛教事业 然后 1954年 5月4号 就是师父来到马来西亚 抵达槟城国际机场 麻烦下一张照片 然后师父 这张是师父 当时来到马来西亚 槟城国际机场的照片 当然照片 自由 三会讲堂 提供的 我当了 出 整理的时候 做这个论文的时候 也经过我们的 助持 聚传法师的允许 借我用 然后 当 这张呢 是 下一张 自从师父 踏入马来西亚 佛教的国土之后呢 其实 他的生命 就是与马来西亚 汉传佛教 紧紧结合在一起 所以那时 他就 把自己的生命 就奉献给 马来西亚 佛教 然后 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师父 对马来西亚佛教的影响 有哪一些 当然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只整理这处 六样 当然有很多 我只把它整理成六种 第一 就是 铸成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那 为什么我会说 铸成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呢 其实我们 刚才 聚传法师有提到 是因为在 精心法师的 吉利邀请下 师父才出任 筹备委员会主席 发动筹备 马来西亚佛教会 然后并在 1959年 49日 在吉利邀召开 这张图就是 在吉利邀召开 成立马来西亚佛教会 当时呢 师父被邀请为首任会长 所以这样的因缘之下呢 他就参与 这个筹备 佛教总会 被推认为 佛教总会 第一任主席 当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成立 象征着马来西亚佛教图的 传结的精神 和 时代意识的提高 所以之前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汉传佛教 是没有一个 正统的组织 所以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的成立之后呢 他比较有一个 规模式的组织 这个组织 就有这些 长老们 当然除了师父以外 还有白胜长老 还有 很多个长老 包括真果长老 还有很多当时的长老 他们都 积极着 在扶持着 这个师父 办这个佛教总会 当时呢 除了 环岛 红法团以外 还有 讲经 说法 然后还有 建立各州 分会 然后 扩道到 全国的影响 争取和 维护 佛教徒的权益 然后 如果 门分开 五进灯 可以发现到说 有些毁谤佛教的影片 佛教总会又出面 像 相关人士提出 抗议 怎样 然后 造成 争取 维护佛教徒的权益以外 建成 佛教大厦 开办佛学院 和佛教 议邪 然后 之一真要 所 等等 所以 同时呢 也 既无既 平民 然后 致力 把我们大马佛教 和世界各国的佛教文化 做出交流 然后 提倡人生佛教 捐钱的发展 佛教的组织 尤其是 北传佛教 汉传佛教 所以 马来西亚佛教 总会成立后呢 他做了几件 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 包括 保障 寺庙 产业 推动 弘法 事业 向圣府 申请 佛教 卫视 结为 公共 假题 当然 申请为 公共 假题 有些人 有很大的争议 这是值得 在探讨的 一个问题 然后 第二件 就是 这个 1962年 师父 创建 三会 讲堂 并且 以文师 修三会 为宗旨 开展 讲经 说法 把佛法 由过去 只是 膜拜的形式 转向以 听闻佛法 为主的 知识 化的 佛教 然后 师父 在马来西亚佛教 因为 生意 越来越 日融了 归的地址 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 他 原本 助悉 在竹园 精神 已经容纳 不了 红法 的需要了 1962年的时候 他就 够 原本的 美国 修了 领事馆 阳楼 改成 三会 讲堂 并以 文师 修三会 为宗旨 开展 红法 活动 把佛教 如过去的 膜拜 转为 听闻 佛法 知识化 的佛教 然后 第三 当然他除了 亲近 亲自 在三会 讲堂 开示 佛法 之外 他也成立 佛法 研修会 建议 一些青少年 学佛 周日 玉校 人生 佛学 研究 中心 会堂 应经会 和 足摩基 经会 所以师父 创建 三会 讲堂 他主要是 要 推广 大众 提供 文法 共修 的道场 同时呢 张会 讲堂 也 国内外的 高僧 其实 绝地 很多 桥梁 很多 法师 长老 还有一些 名人 只要来 马来西亚 红法 多数会 到 三会 讲堂 然后 第三个 师父 对马来西亚 佛教 的影响 包括了 助创 马来西亚 佛学院 培育 身材 当然 这方面 刚才 纪尊法师 有 讲出了 很多的 因缘 缘起 脉络 然后 这边 我想要 补充 这些 为什么 我会强调 说 师父 是助创 马来西亚 佛学院 而不是 自创呢 其实 我从历史 的脉络 我们可以看 我在方圆 百圣 长老的 日记的时候 长老有 强调说 当时 除了 师父以外 还有一群 的 法师 长老 他们都很 默默的 在 扶持 这个 佛学院 包括 百圣 长老 真果 长老 还有 很多 长老 他们都 一直在 默默 扶持 佛学院 那原本 早期的 马来西亚 佛学院 是 由 白圣 长老 本来 师父 推认 白圣 长老 当 院长的 后来 因为 白圣 长老 他长期 都在 国外的 时间 比较多 然后 他就 推 从 师父 由 师父 来 担任 然后 他们两个 老人家 配合得非常 好 那当时 白圣 长老 是 马来西亚 佛学院 的 副院长 然后 白圣 长老 都是由 国外 有时 去台湾 提供了很多 佛学教材 运过 运到来 马来西亚佛学院 提供这些教材 然后 师父 成立 这张是 三会 讲堂 接吟的一些 外宾 那有关 佛教命脉的 身宝 呈现 有很多 包括 后继无人的 现象 然后 有些庙 空荒 没有人 继承 然后 这些 长老们 有发现到 身宝 是一片 真空的 状况 在 二三年 十年 后 所以 当时 因为师父 受到泰西大师的影响 所以 他深圳 体会到 佛教的发展 必须要靠教育 所以 佛教 生人的素质 提升和身材的道具 就是 当务之急 因此 他跟几位 长老的 商量 与 默默的 付出之后 他们就 成立了 马来西亚佛学院 到今天 所以 马来西亚佛学院的 成立 主要是要 唯一 马来西亚佛教 培育 人才 所以 他造就了 很多 生人的 素质的 提升 提供 生人的 培育 人才 的地方 所以 马来西亚佛学院 到今天为止 培育了 不少 人才 尤其是 试验 住持 的人才 那 第四点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师父以 诗书化 师父以 诗书化 来介于 知识分子 学佛 所以 我们都知道 师父的 诗词 书化 和 佛门 欲灵 生 汉为 赞 叹 所以 讲到 师父的才华 我们都很感恩 刚才有忘了提到 说 师父另外一个 善知词 就是 师父的 学画画的老师 高建父老师 所以 当然 师父 以这些 诗书化 借饮众生 刚才 记传法师 有提到 说 师父 为了借饮众生 成就 别人 然后他 因此他 画画的目的 只是能够 善用这些 文艺界的 方法 然后介于 这样子一个 红法的功绩和方便 所以 师父的才华 其实在 红法试验上 有了很大的空间 也多了 不少的方便 所以 他在 介于不少 艺文界的 师友 共同学佛 参传如意方面 他当时也影响了 很多文化人 包括了 黄一文老师 陈兆英老师 吴仁俊 吉士 许平等 吉士 许平等 吉士就是 徐子庚的 爸爸 所以他们 借以 师叔化 的方便 作为 红法教育的 善巧 工具 然后来 借以 众生 进入火 同时 他也 既有 这个 红传 佛法的 工具 和方便 所以 这个是 师父 的 学术 艺术的 一个 善巧 方便 然后 第四点 第五点 就是 师父 同时 也 度化 灾教徒 转性 佛教徒 那为什么 我很强调 说 这一点 因为马来西亚 灾教起源于1860年 当时有主张 拜法 修行 然后 追求解脱的 先天教 的男女信徒 在西马各地 建 很多灾堂 到1954年代 师父 他以 讲经 说法的方式 来影响 这些 灾教徒 那我们都知道 早期 马来西亚 佛学院 成立 还没有开课 以前 师父还有真果 长老 白胜 长老 他们都到每一间的 试验 都是在福庙 去招生 所以因此 马来西亚 佛学院的前几届 的学生 都是来自于 宅福庙 透过这些 佛法的洗地 才把 他们 所学到的 带回他们 试验 安堂 然后去度化 自己的幸福 坦白讲 早期的 马来西亚 佛学院 都是靠 这些 灾姑们 默默的 不持 无条件的 付持 所以他们的 功劳是不可 莫的 这些灾姑庙 所以我 相当地 佩服他们 敬佩他们 所以因此 为什么他们 能够 付持师父 能够推 敬养师父 每年师父 生日 那些灾姑 很早就排队 然后 排着队来 供养师父 所以这些 灾姑 为什么会 对师父 这样的 敬 崇敬 其实 因为师父 的德恨 感化了 他们 但实际上 师父在 港澳时期 他也是这样 介意了 很多灾姑们 转进 佛教的 所以 因此在 这方面的 努力和 专心 有着 直接和 间接的 影响 所以 第六点 就是 师父 以讲 精 来 建议众生 所以师父 早期呢 他 自己讲精 弘法 办做坦会之外 他对广邦的佛 学佛风气 带动作用 非常的热潮 那很多早期 佛亲 尤其是 两国性 基士 还有 平等 基士 他们这些 都亲近 师父 所以他们 师父 主要是 他释出 弘法 使到这些 地区的 佛教徒 能够 有信心 对佛法 有信心 对信仰 有信心 所以从这个 信仰的 形式 渐渐的 改为 知识的 探讨 然后去推动 佛教教育的 工作 所以很多佛教 青年团体 都 纷纷的成立 所以佛亲 总会的 属下 会员团体 很多的成立 都是 有着 间接和 直接的影响 所以这些 照片呢 是当时 百圣长老 他带领 台湾佛教 团体 访问 马佛总 所以其实 这些 长老 对 我们 马来西亚 佛教的 贡献 和历史的 那个 我们 必须要 勇 记在心 所以 因为 佛师傅 他本身的 佛学 很渊博 所以他不管 是在哪里 他受应邀 然后他能够 讲经 说法的内容 有一定的水准 和丰富 所以他不限 一家一家一戏的 学说 所以他相当 受欢迎 那为什么 我发现到说 马来西亚佛教 我在研究 师父和 这个 达摩 南陀 长老 其实这两个 长老都是 值得我们 敬佩的 为什么 他们没有 把一家一戏的 学说 建立自己 他们没有 私心 他们无私的 奉献给 马来西亚佛教 所以他并应 时代的脉络 散巧的 开示 佛法 所以因为 时间关系 我想 在 结论 我的 这个 中观师父的 一生 他以 讲经 说法 犯写 性教 来 度 众生 他主要 与众生 能够 离苦 然后 不为 自己求 安的 五位 思想 然后 他也为 马来西亚佛学院 栽培了 很多 人才 但是后来被誉为 汉传佛教 知父 所以师父 对汉传佛教的 影响是相当大 其实是受以太极大师的 影响 有很大的 重点 所以我今天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 基敏法师的 分享 这师父 分享了好几点 我们 祝公长老 特别影响 大众的一些 条件 我其中最感兴趣的 当然是他 度化 先天 还是天先教的 那些信徒 那些 灾姑们的一些 一些过程 我记得很清楚 我读过师父的传记 他这一年是在1956年 1956年 这一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在我们佛教的历史来说 近代的佛教历史来说 那一年 是我们印度佛教复兴 很重要的一年 因为那一年 有一个安佩克博士 在印度 带领了很多 建民 大概有五六十万的 建民 皈依了佛教 这个数目 非常的庞大 所以就在1956年 那么那一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师父 也带领了 这个先天教的 他们这些 灾姑 信徒 从观音堂那边 直接的 向师父 做皈依 然后成为佛教徒 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 可能不是很多人注意 但是影响非常深刻的 那一个过程 就如师父讲的 早期的佛学院 他的学生来源 基本上就是这些 灾姑们 领养的那些 子子女女 他们成为了佛学院的 很重要的学生来源 而经济来源 也很大部分靠这些 灾姑们 给予支持 所以师父 这个学术的 那一个方面的整理 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除了一般的 师父本人的 那一个 红发立身的工作之外 也可以看到 他广结善缘的力量 能够影响到那些 本来的民属信仰的人 转向正信的佛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学术的 爬术出来的一个事实来的 那这边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丢一个小问题 请师父 做简单的回答 那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马来西亚 在学术研究上 是不是还做得不够 那么要怎样提升 请师父 分享一下 师父开脉 其实这个问题 说来话长 其实我本身从事学术研究 面对的困境也很多 然后因为 生青年到国外留学 其实当初也没有被看好的 很多人会认为 学术跟修行是两样 但实际上 学术 你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 你必须要静下心来 去整理你的思考能力 然后同时 其实他好像修行这样 没有违背自己修行的那个方法 然后呢 其实一来整个大马佛教 还不普遍化 所以很多生青年 优秀的生青年都在国外 没办法回来 这个我是要提醒 马来西亚佛教界应该关注的问题 我在北京发写 发表论文的时候 其实那里很多马来西亚的学生 包括现在在日本 各国的也有 北大是相当优秀人才的集中地 都流连在那里 没办法回来发挥 是让我心寒的 所以是我非常 很为难回答你的 因为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能够完成的 所以我只能呼吁 马来西亚佛教界 珍惜人才 爱助人才 提供他们一个平台 谢谢师父的苦口婆心 因为这一方面 我个人也看到 在这个佛法的传扬方面 有做 但是在一个佛学研究 或者佛教研究方面 我们还是做得很少 可能这方面的人才 正如师父讲的 都留在那些 可以给他们发挥的那些地方 而没有选择要回到马来西亚来发展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给佛教界的领袖们 一个提醒 那么好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时间还剩一些 那么我想这个时间 我们开放给两位的听众吧 来给我们跟三位师傅 做一个交流 两三位 请要分享的争取时间 开麦 然后直接问一下 要跟哪一位师傅做交流 提出你简单 恶药的问题来 现在开放时间 有哪一位我们的佛友 对今天的这些课题 有什么看法吗 大家都客气啊 那么只是我从那一个 那个留言板里面看到的 这一个问题 当然有一些线上的朋友 也已经给他做了一些回应了 他的问题是 很简单 但是也是有一点点针对性 他是说 如果我们佛教 还以那种考试般的形式 来带我们的佛教徒 进入这个 比如说佛学院 这样的一个场合来学习 是不是切合现在的那一种需要 因为他说佛陀时代 都不需要这些文字多多 理论多多的东西 那么这个问题 可能是比较针对佛学院 那么他问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认为 有考试方式 有文字 有理论一大堆的方式 的佛学院 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请 基尊法师 做简单的回应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周知人 然后其实呢 就以文字上来讲 就好像刚才 基尊法师 是他所谈的 就是如果没有透过文字的话 其实我们的信念的部分 可能我们在信念行 信念行没有达到真心 还是不知道的 然后如果我们在文章的部分 在佛教时的部分 能够多学习的话 然后会增加我们对佛教的一个正确认识 或者是对佛教很多误解 我们随着时间一定会理清 然后针对到佛学院考试呢 其实在佛学院的一个硬作里面 它也不是必然性的 在比较初几步 为了大家向学的一种用心 跟检查一个理解来讲 它确实是有考试 可是到了比较高班的话 其实不必然是 这个考试是 就是有背诵还是等等的 然后所以可能 我刚才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说可能他 只有一面的想法说 那就是问答题的那种 考试 然后另外我要再补充的 就是在讲说 静明法师所谈的就是 朱摩法师呢 他对于这个创办 创办整个教育的一个模式 其实后来我也再读了 多读了几本书 那其中有一本是 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整个部分 其实里面就有谈到 开币早期马来 马六甲华人史研究的新局面呢 就提到最早的这个移民 他们是来到清云厅 那当时移民来到清云厅呢 不难发现 难来的也是很多僧众 然后其实很多僧众 集集在一起 一直到周恩来 他宣布 不能够一个人 两个国籍的时候 我们出家中是很紧张的 因为我们在移民局的部分 那到底要怎么样 那其实到最后呢 我们有很多法师 他要组成一个组织呢 还是到最后我们是 是移民的人民了 然后走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他们发现到 周末上 为什么从马六甲 会转到这个冰城来呢 就是发现到 谁有这种能力去主导 跟领重 跟给予这种知识上的一个 然后之后我还在看 因为我想把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的 资料稍微做整理 所以我一直在看 然后看了以后呢 当然就 就还有一些 性化的一些人物片 我也在看 然后这个 马来西亚华人神呢 他是 是一个 大陆的学者 他写出来的是 宋艳盆 然后所以我看了以后 就觉得是 我们是不是把那个 一开始的那种理念 然后为什么变成这样 那到最后我们还是觉得 在半学上 主公上人 为什么会占优先 然后他 为什么整个组成的一个动机 当然还在看当中 然后希望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随着时间的用心 发现我们可以稍微探讨 然后总结来讲呢 马来西亚佛学院 其实 他是很人性化的一种教育 那因为我们 佛菩萨的一个信念 其实也是从人性化的 一个教育开始 那如果我们就是 只是意味着 就是 比如说我们 秀禅也要有经论的根据 如果秀禅也没有经论的一个 根据来讲 神通 或者是你对佛菩萨的一个根据 也没有 远离了这个经论的部分的话 那其实我们就会盲修狭练了 所以在训练学生的整个部分 我们还是会给一个方法 三年不足以把整个佛典都读完 可是在佛学院的一个教育 都是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要大家记得 非常的清楚 跟检查来讲 那难免的就是初步 出班的 那一定会有一些简单的考试 那考试呢 它并不是一问一答 它是多样化的 谢谢 谢谢基尊法师的分享 基敏法师要做一个补充一点吗 师父开麦一下请 我想提供给基尊法师一些意见 这个人的意见 就是有一些中国学者 他研究马来西亚佛教 他没有很正确的深入 马来西亚的风俗民俗 还有我们的地域环境各方面 所以他们会以偏盖钱 所以在我们画取这些资料的时候 要很小心去除 好 谢谢基敏法师 好 还有其他的 我们的佛友要做分享吗 或者要做提问吗 我们时间有限了 就这样就好了 谢谢 是 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一下 听过了三位法师的那一个分享之后 我们很清楚 这个祝母长老用他一人之力 然后影响了身边的其他高僧大德们 一起来为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 做出了他们早期应有的贡献 尤其是在成立佛总 尤其在成立马佛学院这方面 是一个创时代的一个贡献 所以我们一定要铭记他们的一些贡献 那么在马来西亚佛教的实际上 法师们的学行高远 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学习他们的身教的部分 我记得我看过一幅布袋和尚的画 上面有祝母长老的一个题词 我想可以作为他一个行仪的对照 他说众生无尽怨无穷 大任世间一代中 慰问校园言何事 念花自古此家风 他就以布袋和尚的笑脸 来看出了作为佛教的人物 这个笑脸用来结缘的笑脸非常的重要 然后必须有一个无尽的愿 来带领无尽的众生 这些都是要一肩挑起来的一个任务来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祝母长老 一定用这一种精神来为他的 宏教的路 跨渡众生的路 来作为他的一生的依据 那么今天我们佛教的发展 在佛教总会 佛经总会等等的带领之下 有序的展开各种的佛教工作 那么以不变的护教心 来扶持我们现在的所有佛教单位 那么这种非常态下的社会环境 我们看到他的变迁 所以我们这些佛教单位的责任非常的重 不轻了 那唯有我们怎么样呢 要通过像祝公这一类的高僧们的一种 坚毅善巧 还有睿智跟慈悲的心怀 用他们的身教 元教呢 来给大家发愿成为正性佛教徒的一份子 那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呢 大家在大马佛教的未来上 会看到越来越光明 越来越美好了 那我也从一本书 就是我们祝公呢 曾经在慧全老法师世纪二十周年 就像今天我们纪念师父元纪二十周年一样 他在那边写了一篇文章 里面有一句 应该是来自任元经的一个句子 我觉得很好 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分享 他说 上与如来同意慈悲的力量 下与众生同意悲养 就是为众生同在这一个世间上 苦的众生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悲养 所以这一句话呢 是我们祝公上人为慧全老法师所写下的 我相信今天我们也可以用这句话 来给我们看到菩萨的精神在那里 怎么样上求佛道 怎么样下化众生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场所谓的 由佛学院的校友会主办的 成先启后的那一个讲座会 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 我们就请施仪来继续主持 请施仪来主持 谢谢主持人 再次感谢地传法师 基尊法师 敬明法师 上位主讲法师 及主持人 慈悲成就今天的分享会 难得我们今天相聚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拍大合照留恋 请大家打开视频 技术组请准备 要发一些讯息 完成了吗 可以了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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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尊主 在结束前 我们再次恭请会长 开尊法师带领大众回向 有请开尊法师 我们看这个回向季 放到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大家看 我们就是以这个回向季 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而 庄严佛净土 上报似众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福提心 常行菩萨道 广度诸友情 感谢开尊法师 再次感谢所有留守在Facebook和Zoom的嘉宾们 以及所有出席和背后支持的每位法师及大德居士们 今晚的这个线上分享与交流会 相信大家获益良多 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祝福大家 身心安堪福会增长 晚安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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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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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